歡迎收看《環宇全世界》 帶您走進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凌凌 兩岸大事 國際焦點 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如果是在YouTube上收看的觀眾朋友 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也開啟小鈴鐺 歡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和我們互動 那首先要來歡迎到場嘉賓 第一位是台大哲學季教授 院舉鄭院老師 伊玲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時事評論員 王上智商之歌 伊玲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退役陸軍少將 栗正傑 栗將軍 伊玲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的 季節節目一開始 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到 美國是原定在8月1號起 要生效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還有產品一系列的產品的新關稅 但是現在緊急踩了煞車 推遲說至少兩個星期 到底什麼原因 現在美國的貿易代表署表示說 還在檢視有超過1000個 涉及加征關稅的回憶 那預計8月份之內 也是會對這項事情有最終的決定 好 關稅帶來的成本影響很大 那現在美國主要的港口 都反對針對中國製造的 橋式貨櫃起重機來加徵關稅 那目前美國沒有生產這種 船岸的起重機的製造商 所以呢 全球起重機的市場 是由上海震華重工等中國的企業來主導 那現在紐西港物局明講了 說對中國大陸製造的起重機 徵收等關稅 這會導致成本大大增加 大約450萬美元左右 那美國港口管理局協會也說 沒有證據可以表示 中國大陸製造的起重機 是有任何的安全問題 好 不過現在大家的問題是 美國要求歐盟說要站在自己這一邊 那從經貿投資上都遏制中國 歐盟跟了 但是現在呢 大家會說 那歐盟是不是被擺了一道 楊老師您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問題本身來講 就非常有意思 我先談一下 美國的製造業想要恢復自己原有的趨勢 尤其是振華重工的這種 主要的企業當中 他們做的所謂的那種 橋式貨櫃起重機 基本上的話呢 它的這個性價比來講就是無可取代 這個是大家都可以了解的 因為實際上 尤其是這個越大的機器的話 中國本身製造來講的話 就是無可取代 其實不單單是起重機 你的燉購機 或者說是這個造陸機 或是所有的這種比較重型的 這種大型的重工來講的話 這第一點 因為無可取代 那你現在的話 要加徵關稅的結果的話 那麼它已經計算的結果 就是加深450萬美元 我相信這450萬美元 就是關稅要付的代價 那你對於這個使用的話呢 那它會轉移這個 所有的成本到使用 那麼使用的話呢 就是說紐約也好 新澤西也好 這些港口 美國自己的用戶 這是第一點 就是說大家覺得說 有點莫名其妙 因為你就是硬說 這個起重機本身 會竊取你的國家安全資料 這個實在是講起來 就非常匪夷所思 有的時候我就覺得 每次在評論這個消息之後 我就發覺我的電腦是微軟的 然後我的手機是蘋果的 那我怎麼沒有想過 我的資料被他們竊取的 有的時候有很多人呢 我們要紅啊 就希望大家來竊取我們的資料 讓我們能夠紅一點 是實際上的結果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有關於西方 所謂的西方主要是美國加歐盟 這個時候呢 你們要設計一個概念 就是說是你做任何事情 到底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 就是連這個 我們談到匯率的時候 你要貶值的時候 你是主動貶值 還是被動貶值 那個匯率本身來講 主動貶值的話 是調整經濟的方向 涉及到你的外貌的內容的話呢 所以說 如果是主動貶值 你的問題就不大 如果是被動貶值 你的問題就非常大 那現在的話呢 美國跟歐盟之間的關係 美國主動的要求 歐盟配合國家安全的 這種想法 也針對於大陸這個 目前為止 新能源車啊 提高關稅啊 什麼的 然後這個馮德萊恩的話呢 就表現得像一個機器一樣 原來不上 就是說新連任的話呢 剛開始就完全配合 美國做事 那才做到一半 美國自己本身發覺 有成本考量 因為美國畢竟是一個 以商業為主的民主國家 那麼增加關稅的時候 這裡面的話呢 有關於商業上 據我所知的話 大家有不同意見的那種內容啊 大概信件當中有上千封 所以說美國本身來講 有具體的理由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 直接執行 延期兩週是一個 也是一個非常莫名其妙的延期 因為兩週延期管什麼呢 因為就是要安撫一下 歐盟那邊的同伴啊 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是短期內 我們有別的理由 那麼實際上呢 整體來講大方向不會錯 就是西方 以美國跟歐盟為主的那個西方 會對於中國生產的任何東西 都會採取一種歧視也好 打壓也好 增加關稅也好 或者乾脆就是不來往 透過鍛鍊也好 那麼這是一個未來的方向 那現在只是基於成本的考量 我希望 我真的很希望 美國跟歐洲 能夠在短期內 能夠恢復他們的製造業 尤其是這種大型的起重機 但你認為可能嗎 我認為是不太可能的 是好 另外一項分析 我們來看到這是國際數據研究公司 Data Force 的分析 他們認為歐盟對於中國大陸電動車 加徵臨時關稅 雖然導致說利潤下滑 或者是售價提高 但是他們預計大陸品牌 還是有所謂的定價優勢 那預計2024年中國品牌 不包含這些富豪汽車在內的話 像在歐盟的純電動車市場的比重 這項數據您看到 他說還是有機會 從2023年的8.2% 提高到10% 好 這顯示出雖然歐盟出招 但是好像不太可能阻止到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在歐洲的發展 李將軍 我覺得這個車輛的發展 最早是從歐洲跟日本 現在來講的話 大概在10年前 大家講到車子 第一個是歐洲的車子 不管是德國車、英國車 或者是義大利的跑車 再來是日本 再來是美國 大概這三大 全世界這三大系列的車子 但是沒想到在這個10年前 大概大家 全地球呼籲節能減碳的狀況之下 我們想辦法要節約能源 所以說是 那每個國家所發展的方向不一樣 歐洲來講 它發展是柴油車的方向 那日本來講 就發展Hybrid 就是油電混合車 但沒想到中國在這時候 彎道超車了 以前我們從來沒想過說 是中國有可能在車子的 這個工業裡面 能夠超前世界這些先進的工業國家 但是剛好在車子這一塊 中國來講 全力發展的電動車事業 然後讓它能夠彎道超車 我覺得中國是所以能夠發展這麼快 能夠在彎道上燒車來講的話 第一個當然是說 這個歐洲或者是英美 或者是日本這些汽車產業的大廠來講的話 誤判形勢 他們認為說是電動車 有很多先天上的限制 但是沒想到中國在這方面 克制了很多先天上的因素 比如說我們認為說是 車子來講 會不會有所里程的這種焦慮 對不對 電到底要充多少 是電品要用多久 可能有這些焦慮 但是沒想到這些科技方面來講的話 中國在這方面 有很大一個長組研究 很多新的進步 包括它發展的這個所謂的 磷酸鋰鐵電池 能夠節約成本 那在這種狀況下 再加上它的這種晶片來講的話 就未來來講 智能化的功能可以大大的提高 所以我覺得在汽車這一塊的產業上面 很顯然的就是在彎道上面超車了 那當然歐洲國家他們這時候當然不可能接受了 這心態上面不管是不服輸的心態 或者實際上面怕產業受到影響的心態 沒辦法接受 可是我特別要說明的 在這塊電動車產業來講的話 那中國現在是遙遙領先的歐美 還有日本這些國家 因為它不管在電池的技術 或者是電動的技術 或者電控的技術來講的話 都遙遙的領先 那它不但在這方面領先 而且在AI智能方面 它要做到萬物接連的這種互聯網 能夠所有跟車子能夠互聯在一起 等於說 車子已經不是一個傳統的交通工具了 而是一個現代化智能工具 那當然歐洲它沒辦法接受 在這種狀況下 它只能說是用關稅來延緩這個時間 可是我覺得這只是一時短時間 第一個就是說 你技術你不見得追得上中國 那未來歐洲自己也講過 它希望在2050年 能夠完全的去油化 全部採用電動化的車子 那你在這方面來講 你還是要中國很多的技術 不管是電池或幹嘛 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可以在 這個我們都知道 匈牙利或者是塞爾維亞這些國家 來設立廠 來提供它的供應鏈 然後在歐洲自己本地來發展這個汽車產業 雖然說你增加關稅 我覺得這結果是什麼 是第一個當然是可能會造成你的售價會提高 可是中國來講 這方面它還是有喊價的優勢 尤其是說它是在那種 插電式的油電混合車方面 這項技術方面它還有長足的領先 所以我覺得歐洲國家這個採取關稅 只是一種保護的政策來講 也只是一個短時期 那長時期的趨勢來講的話 它勢必要接受中國電動車 因為地球的未來一定要走向環保堅韌走炭 這是大勢所趨 那你在這方面 如果你記住沒有辦法 這個在這方面來講 趕上中國來講的話 很可能在這方面 你被迫還是要接受中國電動車 在你的這種 整個產業鏈裡面的一個發展的趨勢 你必須要接受 這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大勢所趨的事情 那說到歐盟的態度 剛剛佑老師幫我們提到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封德萊恩 在他成功連任了這個歐盟委員會的主席之後 當時他上任不過十來天第一件事 他就是要推動對中投資審查的計畫 要求歐盟國家降低對外投資的風險 也就是所謂的中歐投資脫鉤 但是在這個歐盟27個成員國當中 就只有一個立陶宛這個國家支持 因為絕大多數的歐盟國家 也都很清楚現實狀況 就是認為中歐就不可能經濟脫鉤 很明顯那對於這一項投資的審查計畫 歐盟內部現在反彈的聲音很大 那既然如此上次跟你怎麼看 為什麼歐盟委員還是要強推這個計畫呢 有關於這個投資審查計畫 對中國我認為是比較新的一個狠心的一個戰略 就像具體弘斷在推動的 因為都知道剛剛我們前面提到電動車 是透過歐盟透過關稅 不讓你中國大陸進口到歐盟 來多賺錢各方面的部分的影響 那麼現在如果說在歐盟的所有各式各樣的國家 那麼如果後面對於中國去投資 要進行審查 你不是覺得現在就是美國現在最主流的嗎 科技啊任何的部分的晶片 他就要控制他要所有你對中國的投資要進行審查 可是要知道歐盟跟美國中國不一樣 歐盟最近那麼多的國家 大家有不同的意志 而且長久以來跟中國部分關係不一樣 我們以這次看這個立陶宛為例 立陶宛就當然馬上就立刻完全支持 但只有他支持 都知道立陶宛因為包括了各方面的原因 跟中國大陸的原因 包括台海的部分的關係 跟中國大陸是撕破臉的 所以在撕破臉的這兩年期間 其實立陶宛的這個經濟狀況 可以說在歐盟現在的國家當中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所以但是他們沒有要改善這一點 所以他們就是完全就站在對付中國大陸 對付北京這一邊 但是我們回到來看 馮德蘭恩其實在推動這個東西 其實要知道他從去年其實就有這個態度 雖然對中投資審查這個東西 聽起來其實過去覺得很困難 但是馮德蘭恩在去年就一開始就認為 他要推動的一個東西是去風險化 他一開始給你一個很模糊的輪廓 對呀對中國去風險化 就是全球尤其美國在主導的很有道理 什麼風險呢 科技風險啊 軍事風險啊 安全風險 這些東西都有道理 可是現在來到一個東西叫做 經濟安全風險 那這個東西就很非常的controversial 非常的這個很古怪 歐盟跟中國大陸其實經濟這種東西 越流暢 就雙方越通暢來講 大家在經濟各方面兩邊好 可是你現在什麼叫經濟安全風險 乍聽之下沒有錯 中國大陸越來越起來 中國大陸要進口好多 應該說中國大陸出口 要進口到歐盟很多東西 可能會壓制到很多歐盟產業 沒有錯 帶來一些所謂的風險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很模糊 很有想像空間 無限上綱 這是馮德蘭恩在去年在推的 所以他慢慢的越來越具體化 具體化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無論對於電動車的關稅具體化了 然後包括現在對中國的投資審查 但是這一波有外對中國的投資審查來講 目前來講內容還是並沒有很具體 比如說你究竟是各國家 國家自己審查 還是最後在歐盟會成立一個審查小組 類似像美國對於你科技或各方面的審查 我認為各國當中 大家看的這個東西 完全基本上現在 我覺得骨子有些都反對的 因為大家各自跟中國的關係不太一樣 尤其大國 而對 可是你現在一旦歐盟各自控制了 科技你也控制了 各位你要知道投資審查 我講個東西 大家可以想一下 沒有錯 歐洲各的國家 我們的錢去中國投資要被審查 但是有個重要的東西 譬如現在科技業晶片 你現在在歐盟投資之後 你要從歐盟再轉投資 也要被審查 你台積電那怎麼辦 所以這裡頭有很多爭議的問題 應該不會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 是 那既然您剛剛提到說很多國家 其實骨子裡都不贊成 那馮德萊恩他是作文這個位置之後 配合美國的行動 這是政治交換嗎 我講作為美國的角色這件事情 雖然馮德萊恩後來有到北京 然後當然跟習近平見面 大家覺得是不是摸摸頭啊 或大家有些對話會緩和 不過現在看起來部分 馮德萊恩的股子裡都很清楚了 我想就像前面岳老師所提到的 作為美國的某種程度的 這種大的對中國戰略的代言人 這件事情 當然這裡頭也有個風險 因為現在其實在歐盟裡頭都在說 中國跟美國是歐盟的兩大經濟夥伴 你跟中國越來越緊張 好吧 美國能給你什麼 各位都知道 無論今年年底如果川普當選 川普已經擺明了是要對付歐盟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 還有其他道 美國歐洲骨子裡頭還對於中國 還是總是讓你像是個小老弟 不願你還是太過強大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美國呢 現在在晶片領域針對 中國大陸的風毒動作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7月31號傳出 美方將在8月份要推出新規 也就是所謂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擴展 要禁止多國 向大約6家中國大陸最先進的 晶片製造廠出口設備 那受到影響的地區包括說 台灣 以色列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好 不過日本 荷蘭跟韓國的 這些關鍵晶片製造設備商 他們是可以豁免的 所以艾斯摩爾還有東京威力科創這些業者 並不會受到美國這項新規定的影響 那美國也計劃將大約120個中國實體公司 要列入貿易限制的名單 包含有6家的晶片廠 設備製造商 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供應商 那還有其他相關企業 雖然現在還沒有辦法確認說 是哪些的中國大陸晶片廠會受到影響 但是外界猜測呢 美國的晶片令就是指指 中國最大的DRAM製造商 藏心存儲 好 看得出來美國 現在是請全力在打壓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加強了出口管制 那推各種的精力 但是呢 又要避免觸入到盟友 好 不過現在呢 看起來打壓效果好像有限 大家在說中國的半導體好像是不死鳥 楊老師您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想要打壓中國半導體的發展 到真的是雷聲大有點小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原來 我記得非常清楚 在這個2018年以前的時候呢 大陸非常相信這個全球化的這種把戲 會覺得說是大陸的科技的發展的話 有關於這個晶片的部分的話 交給人家的話又好又便宜嘛 所以說呢他做他自己要做的 然後大家可以分工嘛 也輸減一下這個貿易上的壓力嘛 那突然呢 美國就發覺說是不得了了 這個事情要打壓 要不准在大陸發展 我在這邊提出四個理由 讓大家一次清楚的了解 首先第一個 我在學校就教科技哲學的 科技哲學本身請大家了解 這個科技不管你多發達 你永遠是這個發現的 你不會發明 只有上帝能發明 這個意思說什麼 意思說呢 這個大家科技上有差別的話呢 只要你有足夠的工程師 只要你有足夠的資源 有足夠的金錢的話 你假以時日都比有成 這個是第一點 大家心裡都明白 所以說沒有人估計 想說中國人就不行 沒這件事情 就講說三到五年 中國才能追得上 這個可以 因為講得非常快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其實本身來講 大家都把距離於什麼 三奈米五奈米或什麼 講的奈米 你知道三奈米是多小嗎 你知道比一個頭髮本身還細啊 對不對 你根本就是絕大多數的科技 像我們現在用到電腦 要什麼的話呢 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大陸現有的晶片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在應用上來講 只是說要達到那種 像是那種非常尖端的科技 什麼的話呢 那確實要有非常小的這種科技 但是因為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說華為的 MAT60 Pro的話呢 它基本上 也就是做到了自己 這個5G的手機 5G的晶片當中 它也是做了一些科技上的突破 這是第二部分 在應用上來講的話呢 最不用最尖端的吧 那麼這個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它自己的規定 比如說英戴人 就是英偉達本身來講 它那個晶片的話 AI的晶片當中 它就做了非常多的 就是說要避開美國的限制 你這邊所強調的 有一些這個阿什麥爾的啊 或者說是這個 東京的什麼威力啊 什麼的 他們基本上 就是說是他們的公司要生存啊 你想想看 這種高科技的公司 你不能夠指望 亞非拉的國家 亞洲非洲 跟拉丁美洲的國家 來買你這些高科技產品啊 你要指望就是說 又有能力 又有金錢 買了本身 又要能夠轉變成 這個晶片成為這種 進一步發展的 這樣子才能夠賣掉 那你現在阿什麥爾的這種光科技 能賣給 除了賣給中國以外 能賣給誰 然後呢 美國自己都沒有製造業了 那東京本身的一大堆 什麼光科膠 什麼這些東西 原來人家做好了 全球化的一個準備 是全球性的分工 所以我剛剛針對於 上次所提到的題目 我再稍微強調一下 原來中國跟歐洲 在2011 在疫情之前 都簽了一個中歐貿易 中歐投資協定啊 原來都已經是做好要投資 為什麼現在 意大利的梅洛尼 跑到大陸以後 狠狠地把馮特安倫 發了一封信 罵了一頓 原因就是說 你這個做法上來講 用政治來引領貿易 用政治來引領經濟的結果 讓人家沒辦法活 因為這些大廠它本身 所涉及到的它的生產 原來是屬於世界分工的一部分 它不賣給中國賣給誰啊 誰有這個能力啊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 這不是說光邀嚇一下 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說這也是無外乎說的 除了立陶宛 立陶宛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情況 波羅地亞三小國恨蘇聯恨得要死 為了要追求自保 所以說不行 美國講什麼它都對 那麼講的對沒有錯了 那你自己國家要幹什麼 但是大家要生存的話 誰跟你一起走 所以你說對於這個半導體 就是美國帶頭對中國打壓 最多三到五年 不會有什麼具體的成果 那美國自身呢 我們要來看到這家半導體大廠 Intel 8月1號他們公佈了第二季的業績 不僅這個財報 財測都遜於原本分析師所預期的 還宣布說要裁員超過15% 那也不支付2024年第四季的鼓勵 現在知名的半導體分析師陸行之 他就說真的是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Intel現在陷入了困境 跟台積電沒得比 而且恐怕會被超為超車 美國政府推出了很多的政策 其實都已經在獨厚Intel 那接下來上支歌 您看還能怎麼救 反正Intel真的太慘了 你知道這個科技啊 AI Intel就是AI的也是一個 包括晶片等等 我都想說我作為一個年輕人 當時在打電腦的時候 Intel像神一樣 你知道現在 你知道這一次8月1號 它公佈之後 盤後之後一度大跌20% 後來修正後來一點點 你難以想像 這個真的是 現在涉及到AI所產業 最近當然比較顛簸 但至少在這一年多以來 是眾人皆賺 Intel獨虧 得AI則得天下 所以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毫無疑問 大家都覺得是整個 他是基辛格 他的CEO真的是有 很大很大很大的問題 特別是在 這次8月1號這個大跌之後 我們先來看這個問題是說 到底跟中國有沒有關心 其實當然現在 這兩天竟然出現一個 我覺得很荒謬的說 是不是因為中國開始就在禁 那個Intel的CPU產生影響 我聽說我真的是翻白眼 你要知道中國大陸在 今年3月當中 它宣布的是政府的電腦 開始要逐步的淘汰 Intel跟AMD的部分的CPU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很多的作業 文書作業跟檔案這些東西 而你要知道在中國大陸 你說對Intel影響很大嗎 沒有錯 中國大陸現在要拉抬鴻蒙系統 作為中國政府 包括各方面主要的系統 但這些剛剛強調都是在作業 有關於政府的作業 你說在商務 你說百度的這些雲計算 他們敢用鴻蒙嗎 鴻蒙現在的狀態 是在作業系統各方面可以的 取代一般的所謂的這種 原來傳統的PC 微軟這些作業 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在商業的這種 包括AI運用 你不可能鴻蒙能夠取代 也包括現在CPU跟GPU 自己本身也在競爭 很新很新的科技現在重要 現在很多的最新頂線的科技 不需要CPU了 更不要說你剛剛講微軟 微軟前陣子大家應該新聞都看到 它那個CPU讓很多 全世界有多少的那個 這個電腦全部當機 真的是死去活來 大家真的這一波 根本是我覺得Intel 大概有史以來 從城裡大概八字最糟糕的 或者星座最糟糕的就是這時候 好 簡單講說我覺得現在 Intel的部分目前看起來 沒有任何的包括中國市場的加持 也欠缺自己在技術在投資各方面 全世界到處承諾要去蓋廠 像包括德國都承諾 那現在全部都拖延 感覺起來Intel 有點信用破產的感覺 技術核心技術 我們都認為Intel核心技術 還是非常厲害 但是問題是你終究要建廠 你現在在搖晃當中 也希望不要找台積電 先前說不到要代工 後來又偷偷又找台積電代工 整個Intel最大的問題是它的搖擺 但是Intel作為美國政府最主要扶持補貼的對象 你補貼一個 你也不能說它現在就是說 不可就是阿斗也不行 那麼但是它現在的這個混亂狀況 我覺得現在這兩天我們看到最新的 已經有越來越多風聲認為 你就要把CEO換掉 整個從頭來重新打過 如果沒有這樣不這樣做的行為之下 Intel大概就只是在 所有一片輝煌 揮搭一片輝煌的時候 AMD賺的 跟它競爭對手 這麼賺的行為之下 你都不知道怎麼樣繼續跌落深淵 是 好我們來看到美國為了要圍堵華為 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取消向華為出口某一些產品的許可證 但是美國晶片製造商高通 在獲得美國政府的豁免 可以繼續跟華為合作 但是華為這幾年被打壓之下 早就已經開始有自研晶片 那講白一點就是華為現在已經 不再需要高通的晶片 好立正經常請教 你讓這個美國的晶片禁令 傷到的不就是自家人嗎 當然是傷到自家人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 手機的晶片 其實我們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設計 就像是高通或者聯發科 它負責設計這個手機的晶片 所以我們手機 因為這個晶片它可以運作很多 不管是我們去下載APP或者是計算 或者是網聯 設計完這種晶片以後 第二個是你晶片工程師設計好以後 你要交給工廠來製造 所以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交給誰呢 以前都交給台積電來製造 台積電來製造以後 台積電自己沒有自己品牌的晶片 然後他就幫高通設計好以後 高通把這個晶片賣給華為 賣給Apple 然後Apple他們這個華為 他們再把它裝到自己的 這個設計的手機上面 然後賣給 所以說有一個完整的一個 大家分工合作一個工藝鏈 那現在美國它為了說是要打壓華為 它怕華為壓過這個賣得比這個蘋果要好 所以它就說不准你們高通或者是這些 還有我美國科技的這些公司來講的話 把這個晶片賣給華為 不准賣給它 那逼著你華為沒辦法 我手機我必須要賣啊 他後來有一陣子他沒有賣手機 他去發展他的5G了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華為 他自己可能他就自己設計晶片 然後設計完以後 他委託誰來製造呢 委託中芯製造 那中芯這個晶片公司 來製造這個晶片來講的話 當然剛開始大家認為說你中芯 這個沒有這種EVD EDV這種這個生機 極子外光機做不出來高階的晶片 就算你設計的再好 你不見得有這種機器你就做不出來 但是沒想到 這個華為來講的話 中芯晶片 他用這種這個重複不斷的曝光 就像是我講一個簡單的道理 就是假如說我們照一張相片之後 對不對我們把它放大 再照一張 再把它放大再照一張 那可能良率會比較低 那可能來講的話 他的效果 這個良率沒有說是剛開始第一次 這個高顯微的這種狀況之下 做出來效果好 可是他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做出來 就算是良率低 他最起碼7nm 去年來講的話 那7nm對華為他所需要設計的手機來講 他的需求已經功能已經確實足夠了 所以我們看到去年 他的Meta60賣得很好 就是他故意在這個聯盟多 去中國訪問的時候 他在那天突襲的方式 來賣這個華為Meta60 讓聯盟多嚇了一跳 大家還犧牲說是聯盟多是代言人 那現在來講的話 華為他們中心科技來講被逼著又做出更好的晶片 也就是說可能他們的研判可能有可能做到5nm 或甚至有到3nm的這種可能性很多 就像是月老師剛剛講的 這科學的東西只有說是你要不要花時間 那你給我時間我慢慢做出來 那或許你現在進艾斯摩爾 到以後會不會有一天 這個中國自己也做出這種光刻機 這就很難去預測 也有可能哪一天他自己做出這種光刻機 到那個時候他可能1nm2nm都會給趕得上 所以美國這時候讓高通把這個晶片賣給華為 他也是不得已的措施 不然他就自己做出來了 是好更多精彩內容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回答環宇全世界要帶大家來關心俄羅斯的海軍實力了 俄羅斯當局7月28號為了慶祝海軍節 在聖彼得聶瓦河上舉行了這一場 規模很盛大氣氛很熱鬧的海上越艦式 那根據統計現場大約有20多艘的水面艦艦 一艘潛艇還有四艘帆船來參加 那俄羅斯海軍波羅的海艦隊這回精銳進出 拿出了很多的壓箱底 好首先來看到就是俄羅斯艦艇 20380型導彈護衛艦機靈號 這是俄國海軍這幾年來發展的一種新銳艦艇 通常稱它為守護級的護衛艦 好不過細節的部分我們要請立將軍來為大家說明 我首先要講其實一個國家你發展海權的話 必須要考慮到你國家的地底形勢 那俄羅斯來講其實是一個可以發展陸權的國家 但平常講它不適合發展海權 我們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你就知道 它北邊面臨的是北極海 波羅的海現在尤其是芬蘭跟瑞典都加入北約來講的話 波羅的海變成一個北約的內湖 那另外來講它黑海它面臨海峽是黑海 黑海它要經過波斯普魯斯海峽 它艦隊才出得去 所以它那個黑海艦隊等一個也是被關在這個黑海裡面 然後它另外一個就是太平洋艦隊 那太平洋艦隊來講的話 跟波羅的海來講一個在亞洲 一個在歐洲又隔得很遠 沒辦法這個必要的時候沒辦法集中兵力 所以我們看到日二戰爭的時候 那時候波羅的海艦隊就趕過到太平洋 繞過整個地球到這邊跟日本來解救它的太平洋艦隊 但是沒想到這兩個艦隊因為長途的奔襲 結果被日本所擊敗 這都是戰史上面歷歷可死的意思 我覺得俄羅斯來講的話 它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 它也認清楚自己國家的局勢地理形勢 不適合發展 就不要要很務實的 你不要去發展遠洋的海軍 那你要從近海的海軍護衛艦開始拖起 所以它現在設計這一艘只有2000噸級的 但是這種軍艦來講的話 它是適合它的近海作戰 就是自而部署在它的波羅的海或者是黑海 在這個地方來講形成一個近海的防衛 所以它噸位數不大 它只有2000噸 它只有12個垂發系統 可是這個軍艦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一種隱身的作戰艦型 它的被發現的機率只有0.01 是非常低的會被發現的機率 那它也裝備了 它該裝備的東西都 雖然說是小不大 但是我們講一句話 就是說麻雀雖小 武藏俱全 它不管是它的防空 或者雷達性能 或者是反潛性能 都很好 唯一一個就是它不能做長如遠洋的作戰 因為畢竟你只有2000噸 你開到外面去來洋的話 你的續航力來洋就有問題 它最多在海上時間是大概15天左右 那15天就不適合再從波羅的海 開到太平洋來打仗 除非說是你沿途要有很多個補給基地 海軍基地才可以 但是我覺得說是 俄羅斯會發展這一代的軍艦來講的話 那它小歸小 但是我覺得適合它國家的需求 所以俄羅斯來結合它自己地理的形式 發展這種近海防衛艦 是適合它自己海軍的需要 來做一個設計跟發展 另外一艘您從圖卡上的左下方可以看到這一艘 23550型的破冰巡邏箭 伊萬帕帕名號最近引發討論 這艘巡邏箭是俄國新服役的一款大箭 排水量高達近9000萬噸 繼續請教立將軍還有什麼樣的亮點幫我們介紹 這當然是非常亮的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它發展的話 就像是結合它自己國家的地理形勢 它北邊面臨的是北極海 北極海就是北冰洋 那都是冰 所以說是俄羅斯一直在發展 將來如果說是地球溫度升高來講的話 冰層慢慢變薄來講的話 事實上北極海我們一直在研究 會不會將來就取代印度洋 運輸路線也比較短比較長 所以俄羅斯很早就在發展它的破冰船 我舉一個數字給大家了解一下 俄羅斯它的破冰船有到50艘 那同樣在北極海周邊的國家 另外一個國家叫做加拿大 它只有兩艘 美國好像也只有兩艘 所以你看這種從破冰船的數量 你就看得出來 它們在這個破冰船的技術上面 有很長足的發展 那之前俄羅斯還有破冰船它是什麼 它是核動力的破冰船 它不是這種這個殘餘物的燃機或幹什麼 它是核動力的 所以它很早就在注意北極洋的 這種戰略上的地理價值 那現在來講的話 這是它第一艘 全世界大概只有這一艘 是破冰洋的戰艦 所以它把這一艘 它是破冰船 但是它整個設計是完全以作戰為主的 你看它的船頭來講的話 它跟一般軍艦不一樣 那個破冰 我們要知道破冰不是說是去把那個冰撞破 它是有點像騎到冰塊上面去把冰壓破 所以它前面要做得很厚很重 它那種專門的設計 你如果說設計沒有經驗來講的話 你如果說按照軍艦的構想去做的話 你自己本身那個冰一結起來 你搞不好軍艦自己會不會卡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中國大陸現在也在發展破冰的行業 我們知道說是中國海警隊 它這個戰力也蠻強的 中國海警船裡面有兩艘 也是破冰船改裝的 所以說是菲律賓在那邊 如果說是要打鬧來講的話 但是破冰船去 當這個海警船去碰撞來講的話 它連兵都撞得破 它怎麼會怕你這艘這個小小的海巡艇呢 所以我覺得說是俄羅斯結合它自己國家的地理形勢 它反而在發展北冰洋的戰略 那除了說是有這種破冰船之外 其實美俄雙方 中國也有了 中國是096的這種核潛艦 美國也有 都可以潛伏在北極海下面 大家要知道北極海 將來未來一定是這個國家 各國之間很重要一個戰略的要點 因為在這個地方如果說哪一天 真的我們是不希望了 那如果說是冰城建線融化的話 會不會取代為現在已經有的 這個印度洋的這種海運的路線 從北極那邊走確實是比較近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如果在那邊來講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對北約各個國家 或甚至於對北美的美國或加拿大來講的話 在那個地方發射這種戰略型的導彈來講 都是最短最近的一個距離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來講 現在很快發展這種破兵船的艦隊 那未來來講可以對它的這種北極海的這種 運輸的貨輪提供一種護衛的作用 我覺得它目標是在以後發展北極海的航運路線 是以這個為主 好看完了海上我們再來關注到空中 根據烏克蘭媒體防務快報的報導 俄羅斯加斯特洛設計局公開了這一段影片 展示他們研發的新型無人機非洲局 好這款無人機呢 在7月2號在烏克蘭被擊落 但是當時沒有被認出來 俄羅斯媒體就報導說非洲局問世 這個軍事專家把它這種無人機描述為 輕量化版的天竺葵 那它的任務呢除了攻擊之外 還包括進行電子偵查 好佑老師這部分要請您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款新型的無人機 大家可以了解到 這一次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發生衝突 這個無人機的使用可以說是大放異彩 而且同時大家會發覺傳統武器當中 尤其是俄羅斯的表現各方面來講 差強人意了並不是特別的好 那麼烏克蘭受到了歐盟或是美國 在暗中的支柱主要的無人機表現 不管是用無人機來攻擊或者用無人機來防禦 都表現得非常好 那我們通常來講都可以非常了解 俄羅斯本身的話它的國防工業的基礎是非常好的 這個好的話其實順便也在這邊說一下 就是說是中國有個大學叫哈爾比工業大學 哈工大它本身來講就是俄國系統裡面訓練出來的 俄羅斯基本上的話非常重視這種國防科技 那麼原來的話這個體系上來講 就大家會覺得說俄羅斯本身的工業人才 跟這個大陸工業人才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現在目前了解到 無人機的用處嘛 所以呢它會 那無人機現在最主要的功能的話呢 就是它可以做多樣的功能 我曾經到這個福建的高興區去參觀這個 大陸的無人機的發展 那個有這個低空經濟啊 有這種消防救火啊 有醫療幫助啊 或者說是簡單的這種運送啊 農業上的 無人機本身最大的公用方面來講的話呢 就是在軍事上來講的話 就是量大而且的話呢成本低 那現在的話用保利龍都可以做成無人機的 所以說它基本上 只要你保利龍機夠堅固 能夠帶著炸彈去 那基本上的話呢 也就能夠滿足了俄羅斯本身 要改進他們自己無人機這一方面的絕食嘛 所以說這個俄羅斯本身要做任何事情的話 就有關於飛機上啊 就是簡單粗暴啊 是他們一個發展國防武器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但是這裡面的話呢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順便在那邊講一下 這個無人機的發展呢 因為我自己有看到大陸的發展 那個軍用轉民用啊 的那個過程當中啊 確實是無人機會變成了 未來戰場上的主流了 主軸 這個是可以了解 那俄羅斯在發展這方面來講的話呢 也是藉這個機會 有實際上這個實戰的作用 然後來發揮讓他們來表現一下 是好說到軍備 我們另外還要來關心到的這個 不需要跑道的垂直起降戰機 各國軍方都希望可以擁有 因為它可以機動部署 也可以降低航空母艦的技術門檻 那俄羅斯聯合飛機公司 旗下的亞克列夫 飛機製造商就宣布 要從此以往的任務 繼續開發這個垂直起降飛機 好我們知道俄羅斯呢 是世界圍山 擁有垂直起降戰機的開發者 那除了現在的這個 英國獵鷹 還有美國的F-35 好上次跟你怎麼觀察 現在俄羅斯 而且大家還說它對標 這個美國的F-35B 這個垂直起降戰機 我認為就是所有軍事迷 其實外航的人 看到飛機 就直接飛上來 不需要跑道 特別是在很多 我們看航空母艦的這些宣傳片裡頭 其實還是讓人很興奮 它不需要跑道 我想其實最近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最近這波戰爭 是這樣子 雖然在烏克蘭戰爭 包括像基輔啊 莫斯科 他們並沒有很嚴厲的攻擊對方 比如機場炸得死去或來 可是我們在思考 比如說台海戰爭這件事情 第一波時間火箭彈 可能就把花蓮啊 台東直航基地都炸掉 那我們的空地怎麼辦 其實你就會思考 有沒有可以垂直起降 或者是比較短的跑道 以及航空母艦的應用 我認為這個在剛剛前面老實講 無人機這個趨勢上 在這一波有關於 新的戰爭研發思路裡頭 有關於垂直起降戰機 確實是一個令人一直 心裡很癢的東西 所以現在俄羅斯 這個雅克列夫又宣布 他們要開發第五代 這家公司是 不能說不只公司 過去是國營 是真的非常非常厲害的 你要在5060年代 當年的時候 德國開發 法國開發 英國開發 很多都無疾而終 可是真正所謂的垂直起降戰機 進入了大家的視野 還是真的是在 1987年 80年代的時候 就是這個雅克列夫 他們當時推出這個 亞克141型 這個141型是這樣子 他們那時候有 包括12項的世界紀錄 包括他們當時的無論武器來到 包括飛的 飛的這個來到1.7馬赫 所以非常非常的驚人 包括他們整個 包括推進在後邊 然後旁邊各三架的這個 所謂可以垂直的這個發動機 在整個思考結構也都很厲害 而且大家都知道 後來蘇聯解體之後 然後都傳說 江國傳說 就是亞克列夫的一些圖紙 一些設計的流到美國 美國才有能力生產出F35 所以這個東西大概都是 我想是不爭的事實了 那麼現在亞克列夫 這麼厲害的領先的技術 回過頭來 要幫俄羅斯做全新的第五代 對標F35 F35不只是現在所有 攜帶的武器這些 最重要剛剛講垂直起降 這個部分的厲害 所以很值得期待喔 看起來俄羅斯 這些剛剛我們談的這些東西 是吃了蹭頭挺了心 就是一定要在軍事工業當中 還是要重新發展 自己巨大的實力 要來對付美國了 是好 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好 這一集帶大家來看到 中國大陸第一架國產大飛機 C919被寄予厚望 甚至被看好未來能夠打破 美國波音還有歐洲空中巴士的壟斷 能夠頂足而立 但是在正式商業營運一年之後 現在面臨到的是 產能跟品質的問題被打上了問號 網路上不斷傳出一些實際搭乘體驗 但是不好的消息 從圖卡當中您可以看到 包括說有乘客發文說 他搭乘這個東航MU9197 上海紅橋到成都天府航班 結果他說飛機持降之前 這個空哨開始發東西了 發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紙巾說等一下是要來擦水滴用的 那同時他還拍下這一張照片 說這個行李架上的這個縫隙怎麼歪歪扭扭 他認為說這很像汽車配件屑的這個工藝 覺得說這樣的體驗真的不太好 然現在種種的負評 但是航司跟中國商飛呢 不是設法把這些留言刪掉 不然就是裝睡不願意面對問題的態度 嚴重打擊到很多鐵粉他們的信心 這個C919的訂單持續在交付 但是一年多來數量只有7架 號稱千架的訂單 勇老師您看到底是真還假 那未來還有哪些困難是需要突破的 我跟你講這個訂單絕對是真的 因為C919的話呢 它現在呢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壞消息 因為呢一個新型的飛機 因為大家要了解 每個人都有坐飛機的經驗 大家最害怕的什麼都不用再多說了 對不對 那現在波音公司出現這種狀況的話 大家都覺得上去以後會問一下 以前我從來不問我坐什麼飛機 現在我問一下這個飛機 還是空巴的還是波音的 就稍微問一下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說首先大陸的這個C919的話呢 四航車沒有拿到的話 這個說明了有問題 有問題 因為我自己跟那個東航的人問過 他們就是從上海飛到成都去的時候 我就說C919的時候他們都飛過這樣的腳 他們基本上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那個整個放東西的那個 倉儲的那個位置稍微小了一點 之外的話呢 他覺得還挺舒服的 像這種講什麼發指來插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誇張了 空哨來發指要大家插水滴這個 因為有水滴這種問題的話 一定是內部機器 一個飛機最重要的問題 其實是安全的 不是有沒有水滴啦 那像這種水滴問題好修改啦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呢 我覺得C919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個人感覺到 為什麼會蠻好的 就是第一個 四航證沒有發下來 現在呢大陸正在跟這個 因為基本上的話呢 AB稱霸 Airbus跟波音稱霸 就不喜歡C出現吧 對不對 那這個總是要有一段時間 獲得充分的認可 就有點像奧運的那種游泳池 裡面游泳 西方人都不習慣 有黃種人的臉 那麼站在那邊拿金牌 那久了就習慣了嘛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就是 四航證如果在四航的期間 現在是東航有買這個 C919的飛機 除了這個上海成都 上海北京 還有上海西安 現在這個都是一個慢慢 讓它慢慢慢慢變熟嘛 就是什麼東西的話呢 都是有潛入生意 就是慢慢慢慢有潛而生 然後就在應用嘛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我為什麼沒有信心 因為大陸現在已經有C929的計劃了 就是更大 然後更長久 它有各式各樣的 一個連續發展的計劃 當然我目前為止覺得 因為天空的安全 是要300%的確定 要500%的確定 你不急著飛啊對不對 你現在急著飛的話呢 現在聽這個消息對不對 原來我還蠻想到成都去 從上海去一下 現在看著打消慈念 就覺得再等一下 要冒險也讓別人去冒吧 自己不要急著 但是這個裡面說明了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飛機這個事情 是安全第一了 不是裡面有沒有水 什麼水 這個不重要 那麼C919的話呢 在大陸本身來講 投資這麼大 它有它的長期的戰略的計劃 那麼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要發展的穩紮穩打 所以說一步一步來 那麼大陸有這樣的計劃 我覺得 就是自己 自己的 它那個簽架飛機 都是自己國內的航空公司在訂的 是 也沒有說是什麼外國公司 它沒有 它沒有這個四航證 它怎麼讓人家來訂飛機呢 所以說這個其實 在我看來的話呢 這個飛機還是稍微能夠 能改善 發現缺點 要好 不像波音現在它整個問題的話 它自己拒絕發現缺點啊 對不對 然後講缺點的人都無疾而終 那還得了 是 好 目前呢 中國商飛已經確定訂購 C919的數量 大約是800多架 那其他都是表態說有採購意願 那剛剛 幫我們提到大部分都是大陸的航空公司 或者是有國企背景的這些租購公司 那雖然說中國商飛 現在他們是把這個銷售主力放在中東跟非洲 但是成果還有待觀察 今年初以來呢 越南的商用飛機價數是嚴重不足 導致了運量大幅下滑 那機票的價格也變貴了 但是就在被問到說 那要不要買這個中國製的國產飛機C919的時候 您圖垮當中看到這一位 他是越航的CEO 一句話秒拒絕 好那如果順利拿到四航證 未來是不是可以幫助航空公司 解決這個缺機潮呢? 李將軍你怎麼看? 我首先要說明一下 這航空公司的飛機跟軍用的運輸器 是完全不一樣的設計理念 我們會問說 為什麼運20可以做得出來 那C919為什麼有問題 這完全不同的設計理念 因為軍用飛機它作戰要使用 就是說我跑到距離很短 就是說我是泥巴蒂 我也可以起飛降落來講的話 我可以不計較說用油多少 我只要說馬力夠大 我可以作戰來使用 飛得更快更遠更高 所以民航機它不需要做到超音速 可是它要求的不一樣 第一個我是航空公司我營業 第一個我要省油對不對? 這個你不要看了 我經常坐那個飛機 我空軍同學他們在開民航機 他們會就是盡量想辦法 怎麼樣讓這個油省一點 然後這個公司就會給它發獎金 對油來講的話 對飛機來講非常的重要 你航線是這麼寬嘛 譬如說你規定要這樣轉 他們會去切近線 切近來講就少飛一段路 那油就可以省下來了 譬如說如果說你降落技術不好 你又回頭再飛一遍的話 那又多燒油了 所以航空公司他們會鼓勵 飛行員你盡量能夠節省油 所以飛機來講的話 它這個民航機來講 第一個是安全嘛 就像院老師說一樣 第二個你必須要省油 第三個要讓旅客坐著舒適 那就不一樣 那跟軍用飛機又不一樣 你不管座椅啊 或飛機上的娛樂設施等等來講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設施理念 那C919 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對這個歐洲的空巴 跟美國波音來講 是很大一個商業上的一個競爭 可是很遺憾的就是C919 它大概60%的零組件 還是跟空巴 跟這個波音一樣 尤其是它那顆引擎 是都一樣的 那現在來講 如果說是美國他們聯合開發 這個引擎來講的話 它當優先給自己空巴 給自己波音 那它不會給你C919來掛 來用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它產能當然就會受到影響 可是現在來講 中國自己也發現這個問題了 所以它設計現在一種 民航的引擎 叫長江1000 西街1000的引擎 就是準備給C919用的 它另外 來講的話 現在這個引擎來講 它把它掛到哪裡 掛到運20 在運輸機上面 來做是非試航 當然我覺得現在來講 試航證 歐洲跟美國來講 有可能不發給它 可是中國自己國內已經印證 它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以後來講 這個試航證 當然越南或者是美國 或歐洲來講的話 會不會願意發 我覺得這是 另外商業政治上的考量 另外一個焦點 要帶大家來看到 是三星宣布固態電池的研發 有大瀑破 試點生產線全面運轉 計畫在2027年前要量產 那這個電池的續航里程 達到965公里 充電的時間只需要9分鐘 壽命可以達到20年 那大陸當然不弱人厚 日前官媒《中國日報》就報導 說北京投入了人民幣60億元 則和台幣超過260億 用在全固態電池的研發 那甚至包括像是 寧德時代 比亞迪 一氣上氣 蔚蘭新能源 還有吉利這六家企業 可能獲得政府的基礎研發支持 好 我們再來要看到的 就是另外一家快科技它的報導 說這種材料跟傳統材料相比的話 是具有這個電導率高能量的密度 常使用的壽命等等的優勢 有望可以讓這些電子設備 小型化 長續航 那這一項成果 現在也被看在這個學術期間 自然發表人員上面 好 我們知道說 手機 電腦和其他的電子設備當中 使用到的這種離離子電池 大多數是透過液體的這種電解質 來儲存和釋放能量 好 孫志哥請教您您怎麼看說 大陸現在在這種全固態電池上面的突破 我跟你講 其實固態電池我認為大陸是領先的 三星這個宣布 它在今年三月宣布之後 它這兩天宣布是因為它的生產線做好了 可是生產線要量產 你生產線還要調製 像半導體一樣 所以它預估是2027年才能整個大量產 以它講的這麼厲害的 剛剛講說衝9分鐘就可以達到965公里 但這個東西不是瞎瞎講的 因為寧德時代現在已經做好 現在只等客戶要買的 他們是10分鐘充600 它是神充 是那個神型plus的部分 而且它大家講的部分是它可以充超過1000次以上 那以固態電池來說 這已經是非常非常厲害的技術 當然固態電池是這樣 目前還是磷酸鐵梨 大家現在在看所有的這個 所謂這個電池 要注意第一個是材料科學在做變化 流電池或幹嘛這類成本更低 然後也開始增加它的這個電池密度 因為成本低會差很多錢 十分之一的成本而已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 就第一個大的能量的所謂 汽車或者是儲能 能量密度要很高 儲存很多 然後瞬間踩油門 它的電量給你很強 這個有它特別去 還有故意安全 所以現在整個技術 當然都是往電動車 或在這方面的這種儲能電池的應用上為主 小心我們手機這個部分 雖然你說手機幾億資全世界 但是這個需要什麼能量密度嗎 它要按一下 你要大放電嗎 像皮卡丘 也不用 它就持續的穩定 因此真的把這個高新的技術 放到手機上的比較小 就是充電快 但這裡頭因為安全起見 手機還是有在燃燒 所以我相信在今年下半年之後 新一波的手機 越來越也會開始 是安全的固態電池 因為它中間跟電動車是不能比的 所以固態電池 最佳我剛剛講 材料方面 往流電池這個方向的行動性 那大家其實在評比固 固態電動安全 中國大陸的主要有 他們是國家的 但是在中國大陸的行動 但在香港更加上的行動